来来来 打个招呼给大家 哈喽 好 去忙吧 我们接着上一条来讲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如果你的车 仪表台中间有一个安装位子 但是没有喇叭 有一个中置位子 但是没有中置喇叭的这种情况呢 你可以选择皇帝位 或者虚拟多声道 两种做法 那什么情况下 我们要选择皇帝位呢 我的观点是 如果你感应想 主要是为了自己听 就应该毫不犹豫的 选择皇帝位的方案 原因呢 在前面讲过了 但是如果你要考虑副驾 并且愿意放弃皇帝位 精准定位和良好结像的 高保真效果 你就可以考虑 把中置喇叭补起来 用虚拟多声道的方案 具体的技术原理呢 我就不在这儿说了 前两天讲 杜比全景深的 那一条专业之路的视频里面 有介绍 有兴趣了解多一点的呢 待会可以翻到前面去看一看 虚拟多声道的优点呢 就是对副驾驶很友好 在调试得当的前提下 可以做到比较好的 中央生产的空间质量 同时呢 做到主驾副驾 比较一致的听感 那就都是在仪表台的前方 虚拟多声道的缺点 就是现在调试方法呢 或者说算法呢 还不太成熟 各个改装店呢 都有自己的一套做法 导致只有很少的店家 能够有能力 调出合格的虚拟多声道产品 或者呢 即使能调出来 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就是在这台车上呢 还可以 同样的方法呢 在另外一台车上呢 不同的空间里面呢 就做不出同样的效果来了 如果你选择虚拟多声道的做法 在多声道调试这个技术上 积累有多深厚 第三种情况 你原车本来就是个多声道系统 这时候呢 你的选择就会多一些了 例如现在原车是哈曼呢 宝华呀 柏林之类的 很多喇叭的这种品牌音响 那他们就是使用呢 他自己的虚拟多声道的算法 我们叫原厂多声道系统 原厂多声道系统呢 有两个改装思路 第一种呢 就是放弃原厂的调音数据 有些车型呢 它兼容光纤解码器的这种产品 可以在原厂调音数据的前面 拿出干净平直的原始立体声信号出来 有了解码器拿出来的 干净平直的立体声信号 我们既可以选择打造立体声皇帝位 享受极致的音质 也可以选择 重新按照我们自己的做法 来做虚拟多声道 特别是原厂多声道算法 不是很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还不如取出立体声信号 我们自己来重新做多声道 我想说一下的是 不要一直觉得原厂什么都是好的 原厂音响系统翻车的也很多 真相是真正成功的原厂音响系统 其实是少数 即使在这一块实力最强的哈曼 也并不是所有车型上的哈曼 都做得很好 从近年几款车型来看 它们有明显退步的趋势 如果你的车没有解码器的方案 或者说有时候原厂调音的数据还可以 我们会选择保留原厂多声道的做法 如果你是魏小李 这些新能源车多声道系统的 基本百分之百 都是用这种做法来做的了 原厂多声道的做法呢 其实就是直进直出 例如原厂12路供放输出 我就用12路DSP供放的 1比1的把它接起来 这种做法呢 除了可以用较大的功率 去推更好的喇叭 获得更好的音质以外 我们还可以在原厂数据的基础上 再进一步优化它的调音 这种原厂多声道直进直出的做法呢 有两点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第一点 尽管我们可以优化原厂 做的不好的多声道系统 但是毕竟还是在它的框架下面来做事 优化的效果呢是有限的 有些时候呢会比较理想 有些时候呢就不一定了 但底线是至少可以保留 和原厂一样的数据 第二点呢就是 再贵的虚拟多声道系统 在结项和声场定位的精准度上 永远都是无法与皇帝位系统来比较的 连稍微接近一点都做不到 这个是技术先天来决定的 就好像你再贵的跑车 也不能拿去拉货一样 设计用途呢是完全不同的 至于最近所流行的全景深 我在另外一条专业之路 全景深的视频里面呢 有专门来讲 就不在这展开了 皇帝位 虚拟多声道和原厂多声道 这三种做法 我们店自己呢已经实践了很久 例如我们前面发的 问键M7 还有方程报5的音响升级案例 就是属于这种类型 在保留原厂调音数据的前提下 不仅提高了声音的品质 也改善了空间的品质 属于改的挺成功的案例 而前段时间发的宝马M2啊 马自达CX5啊 就是典型的使用了 我们自己多声道算法来调试的成功案例 比原厂自己的多声道效果呢 要好很多 至于皇帝位的做法 在消费市场 我前面也发了很多 关于羊毛套餐特种兵组合的案例 就是在没有中置的前提下 做性价比最高的音质型系统 这种拿大炮打蚊子的高性价比做法 得到了所有装羊毛套餐特种兵组合 这些客户的好评 最后 你的汽车音响 是要选皇帝位 虚礼多声道 还是原厂多声道呢 希望这段视频 可以帮助你考虑清楚 更多汽车音响的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 一个好的问题 远比答案更有价值 谢谢观看 我们下周见